在明天的第三項智南宮按照王蕾都會在新年年 冠檔這天開始發紅五年字幕 在記者會上 主委政策案標示為了配合風業 技術將出銷十幾月三十一號企業白日措施 也沒有發紅逃避組合 信仲教在冠檔十一點進行到 都一定能領到一個金氏字幕 新一年的智南宮五年交在字幕組合 設計為匯的貨路造型 整體又高貴 讓人看完就只是要受眾 這是翁尼可能排隊就能不用處罪到的字幕來拍攝 今年在風一天做的時機下 信仲借黨可贏分了 因為這疫情的關係 就是不要讓大家人那麼大點來排隊 所以說請大家不要前一台排隊 你載起來就算了 我們八點會發放號碼牌 八點會開始發放 到十一點 只要你11點進場來我們只能夠放 你們都會拿到我們銀色財母 至於這個這個套幣 跟金色的跟琉璃項鍊 我們會只能說會不定時發放 在那個銀彈那條 我們就開始會不定時發放 地面第三點自南宮按照慣例 終於生理的完蛋這天 開始發紅新一年的字幕 記者會上發表的五年交代字幕 都按上次經過有出馬題材 加上上新設計的市府要的火力造型 實現到有受眾計劃 我們今天這是用桃子做的 特別精緻 用葫蘆 葫蘆在我們中國人 是特別喜歡的吉祥物 因為他的血液叫葫蘆 再來就是我們錢母 本來就是給大家安全 給大家發財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葫蘆壽 所以今年拿到我們的錢母 一定會平安發大財 還有日日快樂 再來就是呼籲大家來自南光這邊排隊 一定要戴口罩 甚至於你就是要拿錢母的時候 沒有戴口罩我們也不發放 每年生日完蛋到今年過年期間 原本都會定要出拜對三支母的日期 民眾若是拜到比較前 就有可能領到一對的支母 在阿培才是流利的伴侶 但現在為了做好逢一天 都很出色 該為無定點、無定時 在這南京的酒餅來發紅 民眾想要領到 除了要扣英文 另外就是可以透過疼UQ來自到 記者給我們算差不多